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可能很绕 所以请大家先想着 我们先来聊一聊最近两天在新闻当中刷屏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投读案的最终审判 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大家都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在2013年3月的时候 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 三年级硕士研究生 他叫林森浩 他用剧毒的化学物品毒杀了自己的室友兼同学黄阳 那随后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而就是在前天 也就是2015年12月11日 林森浩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事件在媒体的关注和追踪下 发酵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两年多每次我看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新闻消息 我都会特别注意这两个家庭的态度 首先呢是这个投读的这个学生林森浩 他的父亲 他一直在积极的奔走 一直在求告 甚至他会写信 发短信 打电话 向这个被害学生黄阳的家人表达他的歉意 请求他们的原谅 但是这个受害学生黄阳的家人呢 他们的表态从头到尾只有一个 就是林森浩必须被判处死刑 然后这个林森浩的父亲呢 就几次的上诉 希望他的儿子可以免于一死 但是就在前天他的儿子死了 死于一个公正的判决之下 但是我想这个公正的判决 其实只是给这两个家庭的伤痛 更加的加倍而已 却不能宽慰那两个在青春年华与命的灵魂 所以其实我在想象这个事件当中 两个家庭的这些家人的 他们的感受的时候 我实在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想象 这个黄阳被害学生家属的心理是怎样的伤痛 因为这个黄阳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他是父母的唯一的希望 而且这个家里最爱的儿子 最优秀的儿子 被别人以那样残忍的手段杀害 所以这个家人 他们把所有对自己儿子的爱 都转化为对那个凶手的恨 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原谅林森浩 林森浩必须要死 其实我能理解黄阳家属的反应 但是同时我在这个事件当中 我看到一点 就是原来爱是可以转化成恨 爱可以成为恨的原因和理由的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就是这样 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 我在想 其实我们的人类历史当中 这样的事情是屡间不间的 在两千多年前 罗马帝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时候 他们就跟公民有一个公约 就是热爱国家 是每一个罗马公民的最高美德 所以这个美德也成为了毁灭其他民族和人民的理由 所以在罗马 罗马这个国家在统治全世界的时候 他们无论到哪个国家 都可以随意的烧杀强掠 因为他们认为对别人国家人民的烧杀强掠 对他们的不公平 践踏他们 是对自己国家热爱的表现 到了近代两次世界大战 人类互相残杀的时候 其实多少人是以爱的名义 去杀人或者被别人杀害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自己国家的爱 也可以转化为对敌对国家强烈的恨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爱究竟应不应该成为憎恨的理由呢 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在旧约圣经当中 有一卷书叫做约拿书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整部约拿书的内容 这卷书里面讲到了一个不听话的先知 他叫约拿 在他的里面 同样有刚才我跟大家所介绍的这种 爱和恨的转化和纠结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卷书 盼望上帝借着约拿书能够对我们说话 在读经文之前 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这七日的头一日 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我们不是来这边见朋友 我们也不是来这边只是消磨时间 我们是来这里朝见永生的上帝 我们要渴望你的话向我们展开 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 让我们知道前面所行的路 让我们知道当做的事 让我们可以深深地破碎自己里面 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守洁心轻地来到你面前 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来荣耀你 所以盼望今天这些所有的时间 你都能够来解禁 你都能够来参与 我们要享受在你的同在当中 我们要仰望你的恩典 盼望你的话向我们展开 谢谢主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约拿书的内容 我相信在座各位基督子妹 你们应该相对比较熟悉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讲到一个先知 他叫约拿 他逃避上帝的呼召 结果呢 他被一条大鱼 吞进了肚子 然后呢 他在鱼肚子里面 做了一个祷告 最后上帝让他 让大鱼又把他吐了出来 然后这个先知 他开始学习顺服上帝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奇幻 很有意思 但是我想上帝要借着约拿书 传递出来的不仅仅是 这样一个奇幻的故事 而是让我们反思爱的真谛 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 也更加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 第一段经文呢 在第一章一到三节 我给大家来读 第一节 耶和华的话 临到亚米派的儿子约拿说 你起来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打到我面前 约拿却起来 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 吓到约帕 遇见一只船 要往他师去 他就给了船架 上了船 要与船上的人 同去他师躲避耶和华 要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 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 约拿的这个故事呢 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七百六十年 当时以色列国已经分裂为 南国以色列国和北国尤大 那约拿这个先知呢 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 当时以色列国 他是正在被旁边有个邻居 强大的亚述帝国来欺负着 这个亚述帝国非常的强大 所以他动不动就来以色列 烧杀抢掠 要这个要那个 如果烧有不从 就大军压境 所以以色列国呢 总是被弄得苦不堪言 而约拿这个先知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爱国情节的先知 这个先知呢 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他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的选民 就不应该被任何的国家欺压 所以应该保持着 大卫和所罗门那时候的强盛 那他就恨透了 这个常常来欺压他们的亚述帝国 他曾经多次的建议 这个以色列王要扩充军备 反击侵略者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的 经文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了约拿 让他去尼尼威大城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这个尼尼威大城呢 就是当时邪恶的亚述帝国的首都 尼尼威这个城市 是亚述帝国最大的城市 里面有最多的亚述帝国的人 所以呢 上帝差遣一个特别恨恶亚述人的人 去宣告上帝审判的警讯 使这些亚述人有机会悔改 归向上帝 所以故事讲到这边 大家就会觉得 这不是开玩笑了吗 因为再也没有人比 约拿更不适合完成这个任务了 所以第三节我们看经文说 约拿却起来 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 他师这个地方 是当时那个时代 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 这个世界当中最西边的地方 所以呢 上帝让约拿去尼尼威 约拿应该是往东走 但是呢 约拿逃跑了 他的逃跑不是单纯的偷偷的逃跑 而是一种公然的对抗 约拿的潜台词就是 你让我去尼尼威往东走 我偏偏要往他师 完全相反的方向走 一般各位 我们要是不想服从上帝的命令 我们还是会很委婉的来表达 对不对 比如说牧师让我往东走 我就稍微偏一点 往东南走 然后呢 来表达我的不情愿 结果 这个约拿到好 上帝让他往东 他一点都不含糊 直直地往西跑 我想约拿就是要说 我就是要借着这种方式 让你知道 上帝 你找错人了 我绝对不同意你的做法 这些令人憎恶的亚书人 要被灭绝才好 我怎么可能去跟他们传递 你的警讯 让他们有悔改的可能呢 所以约拿是用他的行动 来对抗上帝的护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 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四节 然而 耶和华时海中起了大风 海就狂蜂大作 甚至船几乎被破坏 水手便惧怕 各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 抛在海中 为要使船倾斜 约拿一下到底舱 躺过沉睡 船主到他那里 对他说 你这沉睡的人啊 为何这样呢 起来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怒念我们 使我们不致灭亡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吧 我们治迁 看着灾临到我们 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治迁 治出约拿来 众人对他说 请你告诉我们 这灾临到我们 是因谁的缘故 你以何事为业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 属哪一族的人 他说 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那创造沧海 汉地之天上的神 他们就大大惧怕 对他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已经知道 他躲避耶和华 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他们问他说 我们当向你怎样行 使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 海浪越发翻腾 他对他们说 你们将我抬起来 抛入海中 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 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那些人 接力荡奖 要把船笼岸 确实不能 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 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的性命 使我们死亡 不要使流乌乌血的罪 归于我们 因为你耶和华 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们虽将约拿抬起 抛在海中 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祭 并且许愿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 吞了约拿 他在渔腹中三日三夜 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 各位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说 人能不能逃出 耶和华的手掌心 其实是不能的 因为上帝无处不在 我们就算是坐飞机去南极 上帝也是在那里 但是我想 凭着约拿对上帝的认识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的逃跑 就让我们更加的确定一件事情 他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向上帝表达 他对上帝的呼召 他对上帝呼召的抗拒和反对 约拿是一个很倔的人 他有一个驴脾气 但是我想请问各位 你们觉得驴是谁创造的 上帝创造的 所以上帝最知道 驴脾气该怎么对付 所以我们来看经文 经文当中 上帝让约拿搭乘的那艘船 遭遇了大风浪 船都快沉了 所以约拿非常清楚 这是上帝在针对他 结果约拿做了一个惊人的动作 他让其他的船员 把他扔下海 他要投海自尽 其实有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案 完全有 约拿可以做一个祷告 说主啊我错了 我愿意去你一位 求你使风浪平息吧 其实一个祷告就没事 但是约拿的驴脾气上来了 他说好 上帝你逼我 对不对 你逼我 我就大不了去死 我死了你就打我没有办法 看咱俩谁更狠 但是上帝是没有 没有办法的时候 对吗 所以第十七节说 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他在鱼腹当中三日三夜 当时约拿掉入的那个海里呢 是地中海 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 掉到了地中海里 跟掉到太平洋里 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所以我也不知道 约拿究竟会不会游泳 反正他 我估计啊 他被扔下去之前 还咬牙切齿 但是他被扔到海里之后 就开始后悔了 各位你们有没有曾经溺水的经验 有没有掉到什么河里或者是湖里 然后会差点被淹死的那个经历 其实我的小时候 在五六岁的时候 我在我们家乡的河里 差点被淹死过 我的头当时朝下 然后在水里挣扎 我睁开眼睛看的时候 那个水里面特别昏暗 然后什么都看不清 我但是喝了好多的水 我还心里特别的镇定 我对自己说 铜哥你死定了 那个经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大概可以想象一下 约拿掉进海里的那个感受 他应该喝了很多的水 嘴里苦得要死 然后体力又渐渐不支 心里又开始后悔 但是这时候 他却慢慢地往海底沉下去 这时候上帝让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 待了三天三夜 这三天三夜 让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想通了 于是第二章的时候 他在鱼肚子里做了一篇 非常优美的祷告 第二章是这样说的 第一节 约拿在鱼肚中 祷告耶和华他的神 说我遭遇患难 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抚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深渊 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 红涛都漫过我身 我说 我从你眼前 虽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珠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我 深渊围住我 海草缠绕我的头 这里面就讲到说 约拿他在描述 他在海里挣扎时候的感受 深渊围住 海草缠绕 第六节 我下到山根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却将我的性命 从坑中救出来 这是约拿在承认 是上帝在 上帝搭救了他的性命 脱离死亡 第七节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所以约拿在这里也意识到 外邦人 上帝仍然恋爱他们 所以他许了愿 他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 因为得救的恩典 是出于耶和华 第十节 耶和华吩咐于 于就把约拿吐在汉地上 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经文 第一节 耶和华的话 二次临到约拿说 你起来 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 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照 耶和华的话起来 往尼尼威去 这尼尼威是极大的城 有三日的路程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 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 尼尼威必轻赋了 我们看经文 约拿这次学乖了 因为他许了愿 上帝又再一次呼召他 圣经说 约拿便照 耶和华的话起来 往尼尼威去 但是约拿的心理 真的是一百八十度 大转弯吗 他是不是真的开始热心 向尼尼威 去尼尼威 向亚述人 宣告上帝的话吗 其实我们从经文当中 可以发现 其实约拿的心理 还是不甘心 不认同 不由衷的来去想 执行这个使命 他并不是要尽心 竭力的去 劝尼尼威人悔改 所以我们看经文说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 宣告说 再过四十日 尼尼威必轻赋了 大家还记得 尼尼威这个大城市 走路横穿过去 要用几天的时间吗 三天 对不对 那约拿走了几天 一天 所以约拿走了一日 然后喊了一嗓子 他认为这样 任务就算完成了 所以我们看起来 我们看到说 约拿当他不得不完成一个 他不情愿完成的任务的时候 约拿就进入到了一个 叫做形式主义的当中 那什么是形式主义呢 各位 你们觉得什么是形式主义 我的理解 形式主义就是僵尸 台湾呢 叫丧尸 这个就是美国电影当中 那些因为病毒感染之后 死亡的人类 他们又活过来的样子 他们活过来之后呢 没有灵魂 没有意识 只有被本能驱使 不断去寻找新鲜人 人肉的怪物 所以形式主义呢 其实就是僵尸 就是形式走肉 当一个信仰 如果进入到形式主义当中 它就变成了死的 本来应该是活的 就变成了死的 因为形式主义 它简化了我们的信仰 让信仰沦落为一些公式 人如果要满足这些公式 就满足了上帝的要求 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 所以人跟上帝之间 已经不需要再有生命 和生命之间的连接 不需要有心和心之间的碰撞 只要有一加一等于二的公式 就可以了 我记得当前几个月吧 光明牧师在我和我们这些传道人当中 推动过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跟林阳传道 每天在华语福音教会上班的时候 要贴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就是要写上 我们几点钟到了办公室 然后呢九点到十点之间做了什么 写下来 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做了什么 写下来 然后一直写到我几点钟离开教会的 这个表格呢 说一周一发 每天都写 一周写完了 交上这一周的 牧师说他要看 目的是让我们更有效率的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 说实话 我一开始听牧师要说要这样弄 我心里就极度的抗拒 我说这不是监视吗 我是在教会做传道人 我又不是在监狱里面劳改 我为什么要写我每天都做什么 还要汇报 但是呢 我没有像约拿那么笨 我就非常委婉地建议牧师 我说 如果要这样 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 不光我们要写报告 还必须有人要认真地审阅我们的报告 然后呢 给我们切实的建议 这样才行 而且这个完整的体系 必须要一直坚持下去 形成我们教会的文化和规矩才行 否则 还是不要弄得好 然后大家都听清楚了 我的意思就是 牧师我不同意 你别弄了 你去哪儿退得了 但是牧师没理我 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电子表格 然后呢 我和林阳就要写自己一天的工作记录 这个工作记录让我愁的 我一开始总是忘 好几个小时过了之后 我才想起来 然后就赶紧写 我就得回想我整个上午都做了什么 有时候半天我都想不起来我做什么了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行政的事 非常的琐碎 都是很小的事 我做完之后就忘了 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工作记录 当时把我弄得很烦 一开始我一看到这个表格我就抱怨 但是后来我就学会了 因为我发现 我们交上去的表格 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或者是建议 反馈回来 所以我就干脆 不好好填 很多的时候 我就是下班的时候 才拿出来 然后把一天的工作 简单往上一起 然后有时候时间对不上 也就那样了 反正你让我填 我就填嘛 至于填的怎么样 好不好 我就不管了 所以各位你们看 当我面对牧师的要求 我心里不甘心情愿的时候 我很快就走入到了形式主义当中 就像约拿他在宁宁威行走一天一样 我们两个人在做自己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很自然的都选择了形式主义 我们都在那一刻变成了一个僵尸 我们都在没有灵魂的做 为了满足一些微调 后来在我这边呢 牧师就后来没提这个事了 我们也早就不写了 我估计是牧师看我们写的 实在是有点不堪入目 所以呢 他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清楚一点 可能人的要求有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上帝的护照一定是合理的 牧师要求我们写工作记录这件事情 在人看起来可能不是什么好主意 但是上帝既然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难道不可能是要操练我们的顺服吗 所以我感谢主 透过这件事情 我还是学到了一些功课 如果我继续留在形式主义当中 而且沾沾自喜 自以为聪明的话 我就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 遇见上帝 我那些工作记录就真的是白写了 所以感谢主 在这件事情最后 我还是得到了益主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活的 是有生命的 信仰当中有很多的要求 这些要求背后的要求 背后的原则是永活的爱 信心盼望 上帝给我们的护照 是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弟兄姊妹 我想请问 你们是不是每天都会读经祷告 或者是每周都来聚会呢 你有没有纠结自己哪一天没有读经 或者今天吃饭的时候 忘了做些饭祷告 或者这周不来聚会的时候 你心里非常的不平安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读经祷告聚会 这些都没有错 这是绝对对的 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 读经祷告聚会的动机 是真的渴慕上帝 也享受在上帝的同在当中吗 如果不是 你就是在满足一些信仰的规条 你是让自己的心里感觉到平安 如果我们有办法 在读经祷告聚会这些事情上面 遇见上帝 经历上帝 更加清楚上帝的心意 那么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当中的时候 就只是一个僵尸而已 所以让我们好好地反思 在经文当中 约拿像一个僵尸一样 在泥泥威走了一天 最后喊了一嗓子 他想的就是 好 上帝你让我做 那我就做 你不是让我宣告吗 我就喊一嗓子 喊完了我就完成任务了 但是 让约拿八万没有想到的是 经文接下来是这样说 第五节 尼尼威人信服神 便宣告进食 从最大到至小的都穿马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威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 脱下朝服 披上马布 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威通诚 说 王和大臣有令 人不可尝什么 牲畜牛羊 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马布 人要切切求告神 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神转意后悔 不发烈怒 使我们不致死亡 也未可知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给他们了 所以约拿是万万没有想到 尼尼威通诚 因为他喊了一嗓子 全程悔改 而且还是彻底的悔改 而上帝的愤痛就这样止息了 不降祸给尼尼威了 所以丢死亡 如果你是约拿的话 你会不会高兴 你是高兴呢 还是生气呢 如果我是约拿的话 我会很高兴 因为我只说了一句话 十几万人就信主了 悔改了 我要再说一句话 我说上帝让你们聚会 我一下就成为十几万人 教会的牧师了 那全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 会不会很开心呢 但是我们看到约拿 他看到尼尼威人悔改 是什么反应 经文说 第一节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 且甚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 耶和华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 你这样发怒 何乎理啊 经文让我们看到 约拿在知道 尼尼威人通诚的人悔改之后 他的反应是 大大不悦 且甚发怒 所以各位我想请问 你们觉得约拿为什么会 大大不悦 且甚发怒呢 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反应 你看他跟上帝怎么说 他说耶和华 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 从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约拿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人 他嘴很毒 非常厉害 他把上帝夸了一通 而且继续夸到点子上 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都没有错 但是约拿说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逃往他失去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约拿的意思就是 唉 我知道 我一去了 一说你要我说的话 四十天之后 你因为就要毁灭了 然后他们就有可能悔改 他们一悔改 你肯定改变主意 我知道最后 事情一定会变成这样 你呢 变来变去 变成了大好人 人人都感谢你 赞美你 敬畏你 结果到了最后 我变成了一个假先知 说话根本不灵验 然后所有人都看我的笑话 所以各位你们觉得 约拿是不是真的很委屈 上帝为什么办事 是这样的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三节的经文 约拿最后一句话说 耶和华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 因为我死了 比活着还好 约拿又再一次的求死 这家伙估计已经忘了 他在海里挣扎的时候 是怎么祷告的 上帝怎么救他的 现在呢 他主动的求死 所以各位你们觉得 奇怪吗 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面子的问题 他至于寻死吗 你因为人又没有人认识他 他就喊了一嗓子 又没做过什么 见过他的人又不多 人家是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国王下令 全程悔改在上帝面前的 而且那时候信息传递也不发达 不像我们现在都可以发朋友圈 你上一秒钟发生的事 现在一发之后 全世界在一个小时之内都能知道了 那时候没有 所以你因为人根本不记得 约拿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那为什么他要寻死呢 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人什么时候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 人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活着没意思 最近我们看新闻当中 经常有股票套牢之后 赔了几百万 然后跳楼自杀的 还有情侣吵架之后分手 跳河的 而且是两个人一块跳 一起一起跳河 还有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新闻 就是毕竭现在有四个孩子 因为长期缺乏 这个父母的关爱 在家服毒自杀的 我们似乎都可以找到这些人 失去活下去勇气的理由 但是呢 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 让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失去了光彩 人会想不开一定要死 这几个月来 我太太和我的女儿小爱 回到菲律宾之后 我就过上了迄今为止 从来没有过上的日子 这个两个 前两个月呢 几乎每天半夜都要起来一两次 然后现在是每天都要上奶瓶 洗衣服 买菜做饭 然后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 我的太太人远呢 也非常的疲惫 在家她不仅要照顾孩子 还要做很多的家务 然后呢 我们的生活突然间调整非常大 但是因为有一个信念 一直在我的心里支撑着我 就是因为我接他们从中国回来菲律宾的这个飞机上 那时候已经快了到凌晨的时候 然后呢 我看到云子 窗外云彩之上有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 那个彩虹非常的漂亮 是因为当时有高层的云 往低层的云 下面下雨 然后这时候阳光一照 有一道非常漂亮的彩虹 这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 因为当时我心里其实很忐忑的 因为我们一家三口来到菲律宾 我们也没有父母来帮忙照顾 我们也没有打算要请牙牙 我们就是要自己照顾孩子 所以我们又没什么经验 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看到彩虹那一刻 我心里特别感动 我似乎听到圣灵在安慰我说 这是正路 你们要行在其间 我们觉得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圣灵就是这样感动我的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经历 让我一直坚持的 所以这几个月来呢 我一直努力的做一个好丈夫 做一个好爸爸 做一个忠心在教会侍奉的人 每当遇到困难受到委屈的时候 我就鼓励自己 这是正路 我们要行在其间 但是人呢总会疲惫 总会遇到那一天 总会遇到有一天的那一天 结果呢就是有一天 我跟人远非常的累 然后那几天我表现也不好 人远呢身体又不舒服 态度非常的恶劣对我 然后呢 我俩呢就因为一个小事 要不要总是抱孩子 吵起来了 最后还大打出手 大打出手的意思就是 人远出手大打我的意思 他打我呢 他打我的原因是因为 我就是不让他抱孩子 然后呢结果把他弄到抓狂了 我都不知道当时 你们应该想象不出来那个场景啊 就是我在那个床里面挡着 用我的身体挡着 不让他抱孩子 然后这时候 陈远朝我喊还大打我 然后呢孩子吓得直哭 哎呀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我那么固执 我就是不让步 我就是说不能抱孩子 就是不要抱他 最后呢 我看人远也快抓狂了 差不多了 我就把小爱抱起来 我就去客房待着了 然后我就在客房抱着小爱 那个坐着的时候 我的心里是五味杂陈 虽然还是一肚子气 但是我忽然间听到 任远在另外一个房间 讨好大哭的声音 五味杂陈忽然间 变成了万念俱灰 你知道吗 我心里就在想说 哎完了 主说这是正路 你们要行在期间 结果你看 我把正路弄成这样 哎那一次的争吵 是我跟任远这几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 我当时真的感觉到 我们的关系完了 我的婚姻完了 我的爱情完了 都完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收场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我能做什么 我的心里就是特别的沮丧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大概猜不到 传道的生活 是如此丰富多彩 然后那一天呢 人远呼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他就来客房 把小爱抱走 我就在那边继续待 坐着老半天 后来我就想说 哎 还是下楼买一点东西 晚上做点饭 然后吃就吃 不吃就算 然后我就出门 我就等电梯 当我等电梯的时候 我后背就靠在那个墙上 我记得当时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嘴里无意识地 说了一句话 我说 哎 活着真没意思 但是你知道吗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忽然间就清醒 我忽然间想起来 前两天 我们周二 小组查经的时候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过 什么是偶像 偶像 偶像 就是代替上帝成为我们生命首要目的和意义的人事物 而如果人的信的偶像破产了 人就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想要寻思 我想起这些之后 忽然间意识到 我忽然间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一定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偶像 破产了 我忽然间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然后我就在垫地口 我就开始思考 我那个里面破产的偶像究竟是什么 我想是我的婚姻吗 是我的爱情吗 是我的家庭吗 是我传道人的面子吗 其实我发现这些都有了 但是这些都是我的偶像 的确如果我的婚姻完了 爱情没了 家庭也散了 大家都笑话我 一个传道人你还过成这个样子 以后我也不用侍奉了 因为我给上帝抹了黑 但是如果这些要是都没了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苟且偷生一下 我还不至于死 所以我发现这些呢 都是浅层的偶像 那个最深层的 让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的偶像 并不是这些 然后我就继续找啊找啊 最后我找到了那个偶像 原来那个偶像就是我自己 我觉得活着没意思 是因为我一直以来 想象中的那个好爸爸的我 好丈夫的我 忠心侍奉的传道人的我 他破产了 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就是那样 我也希望我自己就是那样 但是那一天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 终于暴露出了那个最真实的我 原来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我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原来我根本不忠心 我发现那个真实的我是很自私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 没有耐心的 固执的 律法主义的 心里没有爱的人 那个就是真实的我 而这个真实的我 跟我一直苦心经营的那个我 有天壤之别 所以在那一刻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真实的我 这个真实的我让我对自己失望到了极点 然后我就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 我对我的婚姻和爱情完全没有任何看望 我就觉得说我活着没有意思 所以各位你们能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你们也都经历过 活着这没有意思 各位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 我认为我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我发现 我连对上帝的敬拜和侍奉 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建筑我心里那个偶像 为了塑造那个更美好的我而去做的 所以那一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偶像再美好 它也不过是偶像 偶像再完美 有一天也会破碎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偶像盘聚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之上 是因为环境还没有把我们逼到那个份上 一旦外在的压力和环境 把我们逼迫到那个份上的时候 我们的偶像就会出现裂纹 开始破碎 这些破碎的碎片会提醒我们 你的生命没有意义 我们会觉得死亡才是一种解脱 那么各位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之后 你们应该明白了 约拿为什么跟上帝说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的原因 没有错 因为约拿他生命当中的偶像破产了 也就是说 在约拿这个先知的心里 上帝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排在第一位的是一个偶像 那么约拿的偶像是什么呢 约拿的偶像 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 和历史的条件来看 约拿的偶像应该是 一个像大卫和所罗门时期一样 强大的以色列国 那个国家强大的国家 就是约拿的偶像 约拿为了这个偶像 他对自己的国家 倾注了强烈的爱 而这个强烈的爱呢 带来的就是对以色列仇敌们 这些国家的强烈的恨 所以约拿非常恨亚述 因为亚述这个国家是约拿 心里偶像的头号 威胁 而当他错了的发现 原来上帝也爱亚述人的时候 上帝就成为他心中偶像的威胁 而上帝这个威胁呢 是全能的威胁 面对全能的上帝 约拿的偶像破产了 因为在约拿心中 这个强大的以色列国是 靠着武力来征服敌国的荣耀 建立在这个之上 如果上帝同样爱亚述人的话 那么以色列国武力征服 其他国家的希望 就变得非常渺亡了 所以呢 发现全能的上帝 成为以色列国复兴的男主 使约拿的心里的偶像 忽然间破碎了 所以约拿对上帝说 你取我的命吧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约拿的偶像 成为了约拿生命的意义 这个偶像破碎了 约拿就觉得活下去 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 人心里的偶像 真的非常可怕 他的可怕之处就是 我们的心里是一个生产 不断生产各样偶像的工厂 这些偶像被工厂生产出来之后 就会排列在我们心里的死 上帝就变得不公益 如果约拿爱国的情怀是良善的 那么上帝的爱就变成了邪恶的 很遗憾 约拿他没有办法离弃 自己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偶像 他坚持自己是对的 这就表示他认为 上帝对亚述人的爱是邪恶的 是不合理的 所以各位你们看到了吗 上帝的爱竟然被偶像驱扭到邪恶的地步 这个就是偶像的可怕之处 那我们来看一看经文当中 上帝是怎样来帮助约拿 第五节 于是约拿出城 坐在城的东边 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坐在棚的音像 要看那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安排一颗碧马 使其发声高过约拿 隐儿遮盖他的头 救他脱离苦楚 约拿因这颗碧马大大喜乐 次日黎明 神却安排一条虫子 咬这颗碧马 以致枯岗 日头出来的时候 神安排炎热了东风 日头抱扇约拿的头 使他发昏 他就为自己求死 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神对耶拿说 你因这颗碧马发怒合乎理吗 他说我发怒 以至于死都合乎理 耶和华说 这颗碧马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威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 所以丁姊妹 到了故事的最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初上帝呼召约拿的事情 已经成就了 因为尼尼威人已经悔改了 上帝的心意应该已经满足了 为什么上帝还是要跟约拿 继续这样的互动呢 又是种笔麻 又是让虫子咬 多麻烦 如果我要是上帝 我就不管约拿了 你自己错了 你还发脾气 你就应该自己认罪悔改 但是幸亏我们是上帝 否则我们今天 都没办法坐在这边 因为人就是玩梗任性 偏行几乎 所以丁姊妹 圣灵默示约拿 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上帝最看重的工作 是约拿这个人 上帝最看重的事 是读这件书的我们 有没有同样的体会 他的心意 上帝不厌其烦地 用一颗笔麻 来教导一个气得要死的先知 难道他不是要教导 今天他要教导我们 让我们重新思想他的呼召吗 各位你们还记得 上帝要呼召约拿去做什么吗 他的呼召是 你去尼尼威大城宣告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但是经文的最后 上帝说 何况这尼尼威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经文的一开始到最后 上帝给约拿真正的呼召 呼召只有一个 就是让上帝他自己 代替约拿心里的偶像 约拿的偶像逼着约拿去恨 但是上帝的呼召是 约拿你要体会我的心意去爱 所以第一章开始到第四章最后 上帝对约拿的呼召就是一个 让我来代替你心中的偶像 为什么偶像是要用代替的呢 因为各位 我们心里的偶像用除掉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一个加工偶像的工厂 这个偶像如果不行了 马上就换一个代替它 所以呢 偶像只有被代替 按照我们当初被造的样子 上帝就是要坐在我们那个第一的宝座上面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犯罪堕落 我们就把这个宝座放上自己 金钱 家庭 国家 事业 学位 爱好等等 而上帝的呼召就是 让我再次坐到你生命的宝座上 代替那些偶像 让你的生命次序 重新回归那个荣耀美好的样子 所以成为很多 很多成为我们偶像的东西是很美好的 比如说爱国的情怀 比如说对自己太太的爱 或者对自己孩子的爱护 这些都很美好 但是一旦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孩子 成为我们心里的偶像的时候 就会成为我们极大的祸患 我们必须要把上帝 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 让他是我们生命心里次序的第一位 这样的话 我们生命的人事物 又可以重新的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孩子 是我们的祝福 是我们的产业 是我们幸福的见证 而不是我们的偶像 不是我们的祸患 所以呢 我想 这就是上帝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不同的事情 对我们每一个人发出一个相同的护照 让上帝来代替你心中的偶像 那么各位 你们觉得到了最后 约拿有没有体会到上帝的护照呢 其实我想约拿她明白了 虽然她没有自己悔改 承认自己的错和狭隘 但是我想她一定是明白了 否则她就不会写下这卷书了 约拿最初用实际行动来对抗上帝的护照 最后呢 她也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了上帝的护照 所以她写下了约拿书 今天我们可以研读这卷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白 原来神的护照是 让她来代替我们心中的偶像 最后我要用一点时间来请大家来省察 我们来每一个人找一找我们心里的偶像究竟是什么 首先你可以想一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失去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你的生命当中如果失去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的答案不是上帝他自己的话 如果是任何其他的人事 大概那个事情就是你的偶像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悔改 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祷告 承认我们犯了败偶像的罪 我们得罪了上帝 我们求他来赦免 你求他来帮助我们 再次让上帝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 献出我们生命的宝座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求上帝给我们力量 智慧和勇气 在他的帮助之下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目的和意义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借着约拿书的分享 我们知道原来 你借着约拿这位先知 跟他的互动要提醒我们一件事 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偶像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我们会失望 我们会焦躁 我们会暴怒 都是因为我们心里的偶像破产了 所以我们才会失态 我们才会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今天你提醒我们 让我们能够重新邀请你 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之上 所以我们在这里邀请主啊 求你坐上我们新的宝座 求你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要在你面前认罪 承认我们是一群罪人 是一群弥羊 承认我们偏行几路 常常背离你 但是今天我们渴望 你来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 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样式来 能够在人前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在接下来我们生活的时候 我们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 常常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可以过一个逃你喜悦的人生 听我们的祷告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读 那接下来 抱歉 接下来我要继续讲 我跟任远那一天的故事 因为那个故事还没有完 当天呢 我明白了我的偶像 原来就是我自己的时候 我忽然间有个盼望 因为我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所以呢 我就 我想我应该要做一点什么 然后我就在电梯面前向上帝祷告 我就求上帝来坐上我心中的宝座 让他来成为我的信心和盼望 我在那边求上帝 给我和任远一次机会 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 我就祷告说 主啊 我不再倚靠我自己 我也不再相信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我求主你来帮助我 让我成为一个你想让我成为的人 所以我非常感谢主 因为他那天听了我的祷告 那一天我们非常奇迹般的和好 简直是个奇迹 因为我跟人家 我们平常之前小小的吵架 都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好 但是那一天 我们几年当中最严重的那一次 当天就和好了 然后呢 我相信是上帝安慰了人缘 因为我过去赔礼道歉 然后他就原谅了我 那赵丽他还是问了我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错了吗 我说我错了 然后呢 他说你第一天认识我 错哪了 然后我说错 哪哪哪哪哪的 然后他第三个问题是说 你能不能保证以后不犯了 以前我都说能 以前我都说能能能 一定能 但是这次我跟他说 我说对不起 我不能保证 因为我现在根本不能相信我自己 我知道了我自己真正的样子 我不能给你保证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 我以后尽我的所能来依靠着 小心地经历我们的婚姻 每天为我们的关系祷告 因为我发现 靠着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做好 我没有能力做好 我只有靠着这位主 我才能做好 所以现在我常常为我的婚姻祷告 为着我跟人缘的关系祷告 我非常感谢他 他让我慢慢脱离了偶像的挟制 让我跟上帝的关系可以恢复 让我跟人缘的关系可以越来越好 所以我真的要跟大家说 我们的上帝真的太好了 让我们一起加油来寻求他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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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